恐龙 尤其是暴龙 凶狠又具霸王气概 是许多男生 小时候的恐龙偶像 以创意设计出恐龙灯的意见力 是在近50岁时 才创业浮出恐龙 在刚开始你自己本身 没有任何资源下的话 你要找资源 其实真的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意见力从事室内设计工作25年 曾风光一时接下不少案子 但最后因无法兼顾收尾 悲惨负债4、500万 50岁时决定跳下来做家居品牌 我希望如果能够靠自己能力的话 又能够给一起合作人 将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 跟生活资源 那我觉得那是我一个很大的成就 学习设计灯具 独自摸索三年 拿着图拜访60到70家工业设计公司 都被聚于门外 直到遇到三大产品设计公司 设计总监董振勇 他听了我讲了半个小时候 他只讲了一句话就是我帮你做 那个时候我当然会觉得 哇心情也是蛮激动 它是中年转业那会做中年转业的通常要有下很大的决心 那表示他非成功不可 就不管将来东西能不能卖得很好 但是起码他要把一个东西做出来的决心是有的 所以我才会想说那好 那我就看公司的资源能够尽量帮忙他 就尽量帮忙 创源工业负责人陈欣元 也是意见力的贵人 无偿协助他画图改图 这支狗龙灯它的特点是 它每一个关节它都可以做动 这这样充分的能够让 它一个产品的张力能够凸显出来 并不是说像一般的家具一样 我就只是摆在那边 然后会发亮 它这个商品它是具有趣味性的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玩具 然后可以把它摆在任何地方 它还是一个摆件 去年7到9月 恐龙灯在平台募资成功 投入200万开模成本 即将在3月陆续出货 意见力花了7年时间 服一个品牌梦 也期望中年大冒险能创业成功 动新闻综合报导